对队神ACT第一局上半场选择了月亮和公园 我觉得这边狼队转换打法没有打 其实他们没有打医院有点亏的 因为这张地图取悦这手班位班得非常好 班前锋班祭司然后打女巫 虽然说你拿出了超秀流 但是你知道阵容不够硬 打女巫的话女巫相对来说比较好保评 相对来说比较好保评 我觉得狼队这边的一个选择 可能也是给艾莉更多的一个发挥空间 毕竟艾莉的破轮在张地图可以有打 更多抓面的一个机会 我们看一下刷点 上来第一个点先知 这边找到囚图 囚图不好抓 囚图但不好抓归不好抓 也只能硬手皮来了 这边摸一下 原生性图拉过来 机子没有摸 机子没有摸 这边有一手电 可以一手电竞交互点 两性图来封包夹一手 这边的话被自己的本体挡住了 取悦这里的一个两性图包夹 大家能不能平地拿一刀直接放狗 这边胶垫断你狗漂亮 哎 狮子这一手帅 这一手胶垫非常nice 那这样的话这只狗断了 先知之鸟一给上 这个囚图能牵制蛮久的时间了 两性图包 这里的话 寄生刀还不太敢给啊 这边再包 包过来 哎 我就吃你寄生 鸟腿上 漂亮 再一波囚图完胜 这波牵制的话 囚图完胜 已经是做好了交流了 知道你这边一定会打我这刀 取悦的话 我感觉这波有点上当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局对于囚图 对于球者来讲的话 这把的一个迎面很大很大 或者说保平真正面很大 因为他们的机子是四台机起修的 然后这边的话 囚图这边还能再拉一个点 囚图这边还能再拉一个点 取悦这边再给囚图补上信徒 然后再一波 那个两边包夹 才能带走这个囚图 而这个时候 外面已经是将近四台技能修掉了 一轮前置 就为什么上来 我其实觉得当时取悦 看到先知抓先知会更好的 就是女巫在抓囚图方面 真的不是那么好抓的 会玩的囚图 她那一个垫相当于一只鸟 一个垫相当于一只鸟 过来娃娃这边 如果不被打掉 能贴门的当然最好 这边追过来 一刀没打住 哇去啊 这一刀还没打住 再包 这边如果再能吃一个寄生刀 我感觉穷者就起飞了 再吃一个寄生刀 我就吃你一个寄生刀 舒服 好了 外面差最后台机 呃 佣兵这里的话 正好把鬼屋里面的机子修掉 以后来救人 第一波救 正常救 第二波救 压机 四人开门战 信徒补上 这边机械师想来救 佣兵这边翻道具 完了 狼队来了 他们的招牌与路 请打在公屏上 这边要开始换道具了 这个换道具囚图捡不了 他这边换道具的话 是给机械师吗 这里打一刀 救下来 有薄命 嗯 机械师先保一保 最好是能保到密码机点亮 打一刀 打中的是机械师 那这样的话 赶紧给机械师补上一个信徒啊 机械师的娃娃已经贴门了 赶紧给机械师补上一个信徒 这个时候其实换挂 我觉得也可以接受的 挂机械师也可以 因为你打囚徒的话 大概率机械师就直接亮了 这边压住这个点 能牵起来吗 机械师 好牵起来 至少把佣兵的薄命给交出来 这样的话 相对来说 对于区域来讲 宝瓶会更稳一点 这里要不要先放只狗呢 他有一只放狗 女巫本体捏在手上面 机械师 这边是要留薄命 看到没有 他们要留薄命 真的假的 哇 这劳队打的也太凶了吧 留薄命 然后待会换道具 打一波四跑吗 真的要这么有吗 佣兵不救 我留薄命 那这边的话 本体放狗 带走先知 囚徒机械都有信徒跟着 这边信徒先给先知捕上 原生信徒跟过来 这边有一只狗 本体有一只狗 这只狗放 咬 来 必中 这个狗必中的 狗必中 窗窗 好的 那边的话 看一下门有没有点开 娃娃已经点开了 三跑 娃娃贴门的 这边佣兵拦不住 最终还是打成一个三跑 这套阵容怎么说呢 囚徒前期牵制的太好了 这个牵制确实是 佣兵还不走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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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约这边也是防一手防一手防一手 确实这个囚图牵制太优秀了